追逐理想一无所成,人生会怎样? 真知寿自年幼时就痴迷于绘画 他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富商,喜欢附庸风雅 所以会时常资助些年轻艺术家 父亲根本不懂绘画,但听多了六须拍马便买下了许多画作 对于真知寿,众人当然也不吝赞美 房间内曾被父亲资助过的画家将自己头戴的贝雷帽送予了真知寿 父亲很开心,这可是大师赠送的礼物哦 真知寿有些害羞地低下了头 自此,他心中埋下了成为画家的种子,且被如此期待着 当然,画家与画商拼命逢迎父亲,不过是想多卖他几幅画 毕竟,风雍风雅的有钱人是滋养艺术家的卧土 而于真知寿来说,拥有一个富有的父亲十分与生俱来的幸运 所有人都知道他将被送去法国,而后成为一名画家 老师也不会多做管教 即使他为了画画,跑到马路中央逼停车辆 众人也都毕恭毕敬地等着 原本一切平稳向前 然而某天家中生已突遭变故 工厂尽数关闭,银行遭遇挤兑 从身价万贯到负债累累,几乎在一席之间 父亲无法接受眼下现实 不久后,选择和一名异计殉情 葬礼那天,往日里迪近产妹的画商 带着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来了现场 他们是来逼债的,可家中已无贵重物品 就连母亲戴在手上的戒指也被夺了去 来人倒对针织兽的画作不感兴趣 唯有画商恶狠狠地念叨说 这些画搞不好能卖钱,能骗到人买 才配备称作画商呀 最终,一个孩子的画作 被贪婪的商人掠夺一空 家道败落后,针织兽随母亲远走 年幼的他尚不知离别为何物 但想到那些熟悉的面庞 开始低声哭了起来 汽车一路向远方开去 最终在一处闭塞山村停了下来 眼前道路蜿蜒 却终不抵母子二人的心路崎岖 这里是父亲的家乡 真知寿的叔叔生活于此 此发迹后,父亲便与家乡做了切割 就连唯一的弟弟前来借钱也被拒之门外 如今,落魄的母子折上门来 免不了遭受奚落 而母亲唯有低头反复说着对不起 但无论如何 叔叔一家还是收留了真知寿 训斥声中 母亲的背影渐行渐远 前途路遥满寒 他选择独自去奔赴 留下来的真知寿 无法再如少爷般无忧无虑地作画 想要吃饱饭就得先干活 如此朴素的道理 他第一次接触到 好在真知寿很快遇到了志同道合之人 他叫又三 也痴迷于画画 不过在村民眼中 他更像一个不知事事的傻瓜 那天下午两人用扫帚在院子里尽情挥洒着 农活被彻底抛在了脑后 回到家的叔叔勃然大怒 但看到院中画作 他还是决定送真知寿去上学 尽管不情不愿 老嫂满腹 在学校 真知寿也无法再无拘无束 课堂中 沉浸于画画的他遭到了老师的眼力训斥 放学归家时 他遇到了正在作画的又三 两人并肩而坐 互相指点着对方 又三想花电车 但无奈车子开得太快 总是无法捕捉 真知寿告诉他 如果站在马路上的话 汽车就会停下来 又三思索片刻后 果断随他来到了路中央 毫不意外 两人被司机狠狠教训了一顿 过往的经验被推翻 真知寿还不知该如何回应 不久后 走投无路的母亲 面带着微笑 从牙间跳下 套办葬礼的事 再次落在了叔叔头上 他依旧牢骚满腹 却也帮母亲料理了后事 葬礼当天 除了一些家乡人 就只有曾经的庸人赶来调研 那晚 独自守灵的真知寿 偷偷打开了白布 看了母亲最后一眼 父母被合葬在了 荒芜的山坡之上 叔叔依旧在埋怨着 自己的哥哥 如果有钱的时候 建座牧原的话 也不至于被埋在 这种地方了 以这种满脑子 只有钱的人 能和妻子葬在一起 也算不错了 离开时 真知寿看到 他拿着野花的右衫 偷偷出现在了坟墨前 他双手合十 似在平调一位故人 回去后 真知寿在墙壁上 画下了母亲的仪容 叔叔一家无法接受 决定将他送走 父亲生前 曾自住过一家福利院 尽管是为了自己 那点名声 但如今 却得到了回馈 就这样 真知寿沿着母亲 曾走过的小路 独自去往了福利院 离开的公车上 他正发着呆 突然传来一声急刹车 抬头望去 又三躺在了血泊之中 真知寿的童年 就在这样一场悲剧中 潦草地画上了句点 许多年后 变成青年的真知寿 依旧戴着那顶背雷帽 在狭窄的出租屋里 坚持着自己的画家梦想 当然 为了生计 他不得不做起送报纸的兼职 只是时常因痴迷于绘画 而耽搁工作 好在老板是个善良之人 他虽不懂艺术 却也理解真知寿热爱画画的心 老画商的儿子 继承副业 也成为了一名画商 真知寿 时常带着画作前去拜访 年轻人虽不及老画商奸画 虽也无法给予什么帮助 真知寿并未系统学习过艺术时 只能画些酱气十足的风景画 这些只适合挂在澡堂里 连城镇中的画像都能画得出来 画商只言不讳的 而后建议他去学校进修 学习些现代派画法 离开时 真知寿看到自己儿时的画作 被挂在了展馆之中 只是上面没有署名 秘密越大 画越值钱 老画商就用这样的画术 将他幼稚的联系之作 卖出了高价 为了支撑起美术学校进修的费用 真知寿辞去了兼职 找了份印刷馆的全职工作 在这里 他遇上了自己的爱人 一个名叫杏子的女孩 杏子理解真知寿的作品表达 并因此心生倾慕 而艺术家人格的真知寿 并不懂什么恋爱技巧 面对杏子的追问 他只是受显默论地说 我喜欢你 如此笨拙的话语 却令杏子满心欢喜 或许 恋爱原本就不需要太多言语 只要心意相通 便可水到渠成 在美术学校 真知寿意外遇上了那个 曾受父亲资助的画家 他落魄了许多 成为了同学们口中 只管收钱的恶劣老师 大概 许多人都是如此 年轻时 莫名其妙得了些名气 后来才被发现 没什么天分 于是便只能 郁郁寡欢地融入世俗 这些年 真知寿始终戴着那顶贝雷帽 这是他艺术梦想的启蒙 而如今 送给他帽子的人 却宛如败犬般 颓丧地坐在眼前 还真是讽刺呀 好在同学们还对艺术抱有热忱 年轻人们觉得素描是早已过时的技法 现代绘画应该是充满想象力的创造 而非枯燥如相机般的描摹 于是他们开始搞装置艺术 效仿行动绘画派 为武器棒球棍 在画布上带出各式随机色彩 只是如此创作方式仍不够刺激 最终 他们决定直接在着颜料桶撞下画布 先是脚踏车 而后是汽车 发动机轰鸣 颜料四箭开来 众人兴奋不已 鼓掌欢呼 而此时 驾驶室门缓缓大开 代替大家行动的同学 黏黏一息地倒在了画布前 一个年轻人 以近乎荒唐的方式 为艺术献出了生命 色彩硬沉下 众人低头败极的场景 倒更像一副当代艺术作品 酒馆中 年轻人结伴买醉 却当妈妈桑泄落 没天分的人 快点滚回老家去吧 一时不开窍的家伙 一辈子都不会开窍的 转去路边摊 老板又给了他们暴击 对于非洲那些饥饿的人 眼前放着毕加索和饭团子 凭谁都会选择饭团子吧 人都快饿死了 还管什么艺术呀 你们不也一样吗 我会选择毕加索 同伴执拗回答 老板却觉得这是在说傻话 艺术可并不是全部呀 午夜 两个年轻人垂头丧气地走上天桥 兴至中央 同伴一跃而下 一片咸红坠地 宛如一幅古典画作 真知寿的青年时代 同样在一场悲剧中 雕草地画上了句点 不久后 真知寿和理解他的性子结了婚 并生育了一个女儿 婚后 相则负责赚钱养家 真知寿则安心作画 只不过 他仍未卖出任何一幅画作 在美术学校进修后 他随不在画过时的风景画 最后陷入对成名画家的疯狂模仿之中 一个没有自己风格的艺术家 是难以生存的 真知寿尚不知风格为何物 更不明白生存意味着什么 画商建议他冒险一点 可以试着不用画笔作画 随口一句话 就让真知寿忙碌到了中年 贝脸帽依旧戴在头顶 性子依旧忙碌着赚钱养家 而尚未长大的女儿 却不得不一边上学 一边在风月场所打工 不再用画笔作画后 妻子变成了她的辅助工具 只是夫妻俩忙活许久创作的作品 依然无法得到赏识 画商随意递来了一份 关于涂鸦艺术的报道 真知寿便又开始谋画着去街头作画 可我晚上跟你画画 白天去工作 什么时候睡觉呢 性子忧心道 忘掉他 真知寿给出了没人性的回答 第二天附近的店面被画满了涂鸦 站在花哨的门前 中店主献出几分茫然来 不出意外 夫妻俩再次出动时 被店主当场抓获 警局中两人站如犯错的小学生 最终 他们不得不连夜把涂鸦重新刷回白墙 在现实的监督下 艺术也重归于苍白 夫妻俩惋惜不已 女儿却很是气愤 父母的行径总是引来临人取笑 这让她很苦恼 再度去画商那里时 真知寿带了许多自画像 可谁会在意一个 积极无名之辈的长相呢 画商随口建议他 可以多画些社会议题相关的画作 于是真知寿便又开始了折腾 他抢求工地的工人 吹打自己画的房子 以表现城市对传统生活的破坏 只是工人师父太过实在 多送了他几下 画作被务实之人吹成了一张废纸 接着他又想表达环保主题 却被画商挑出了各种叙述不当 那交通安全议题呢 用涂满红色颜料的车轮演过画作 这听起来多少有些不吉利 司机师父愤怒离去 紧接着一场交通意外发生在眼前 真知寿的第一反应 不是叫救护车 而是就地取材 画起画来 夫妻俩如此怪异的行径 在此登上了报纸 最终女儿愤而离家 真知寿倒不在意这些 他心起于自己终于有了原创画作 只是画商依旧不买账 不要在别人的生死夹缝间寻求灵感 而是要亲身去体验 用接近死亡边缘时的状态 去创作属于自己的艺术 画商似有深意地说道 真知寿似懂非懂 却依旧照做 为了配合他创作 妻子不得不与见状的拳击手对打 一次次地倒下起身 直至昏迷 不明所以的作品才被完成 接着他让妻子将自己按在浴缸中 也气到意识模糊时再开始作画 鞭死状态下 魏如愿找到灵感 却毫不意外地进了医院 而妻子则因涉嫌谋杀被逮捕 再度从警局走出时 性子提出了离婚 我实在无法再陪你这样下去了 女儿也离家出走了 是时候该想想未来的事了 你是不会放弃医术的吧 性子低声问道 嗯 真知寿用最简单的方式 给出了早已确定的答案 性子离开后 真知寿依旧沉迷于创作 没钱买话具就找女儿去见 女儿冷言冷语地袭落着 但终是拿了些钱给他 只不过这钱 半道就被混混团体抢走了 刚归家不久 噩耗突然传来 女儿因意外身亡 性子悲痛不已 真知寿却向他戒了只口红 涂抹着女儿最后的面容 他再一次就地取材 做起画来 性子斥责他没有人性 而他只关心自己的艺术 真知寿把架中墙壁涂成红色 坐在黑色相框中 为自己举办了一场葬礼 而后独自开车去了野外 将汽车尾器排入车内 静静等待着时间流逝 他想完成属于自己的最后一件作品 却不想天亮后 依旧无功而返 香民帮他把车子推去了加油站 就想推着一个莫大的笑话 回家后 真知寿将自己所有的画作复制一句 然后又驱车去往了郊外的小木屋 枯草被点燃 向日葵摆在面前 他开始在垂色状态下画起画来 熊熊烈火越烧越旺 画布也被引燃 但真知寿只是不管不顾的画者 香民再次路过 呼喊着将他救了下来 真知寿又失败了 而这一次依旧像一个笑话 不知过了多久 在一生充满情和力的笑容中 他睁开了眼睛 回家途中 一个残破的饮料罐滚到了脚下 二十万日元 真知寿为他飙上了价格 这看起来很酷 但在别人眼中 他只是一件垃圾而已 我要买它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抬头 向子出现在眼前 让我们回家吧 向子眼含泪光 笑着说道 饮料罐被真知寿扔在了路上 而向子一脚将他踢进了河里 夕阳下 会起来就这样玩手 向着家的方向走去 阿基里斯与归 一个著名的哲学悖论 北野武用此作为电影名 我想至少可以做两种解释 一是 无论任何样态的艺术 无论其被包装的 如何先锋与前卫 都无法超越生活本身 即使我们当下的生活 笨拙而缓慢 二是 平凡人逐梦 大多如阿基里斯追赶乌龟一般 在现实中 人们左右逢源 急速狂奔 而一旦触及梦想 却总会隔着一步直遥的距离 真知寿的一生 就像一个反面案例 少年时历经苦难 青年时一事无成 老年时为艺术梦想而丧失自我 险在癫狂中走向毁灭 最后的最后 他又如此幸运地回到了 最朴素真切的生活 大概无论艺术 或其他形而上的梦想 都是无法被追逐的 很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承认 自己就是一个庸人 而后彻底放下 去过一种寻常的生活 1%的人改变了世界 99%的人 在世间平凡地活着 与求而不得 并在追逐过程中 不断迷失自我相比 做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或许也是度过 漫漫人生的合理方案 阿基里斯放弃了追逐 他变得平凡 庸碌 积极无名 但失去的同时 他以及所有爱他之人 也不必再去经历 如此多的坎坷 与其俱乐吧 我是腾牛树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 Meet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